今天去用创成瘦萝卜被他们销售 在一起打 我以为警察会带着我 会把打人的人给抓起来 可能是我想多了 胡州今年绝对是妥妥的消费降级 通过我今年送外卖过程我可以看得出来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要带大家来点评一部 中国烂尾楼维权新婚小夫妻的影片 那这部影片啊 代表着中国庞大的烂尾楼业主 以及对中国抱有美好幻想憧憬的年轻人 长期因为接受这种党国教育跟新闻之下 深信祖国越来越强大 慢慢一步一脚印的组建美好的家庭 进而买车买房 如果未来有规划 想要有孩子的话还得买学区房 一定得买学区房 对吧 那这对郑州夫妻的账号啊 从他们的新婚啊 到租房买房 被江新房屋烂尾 短短两年这个账号 就经历过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 一开始拍影片从这个新婚啊 炯炯永神对吧 这个荣光焕发 最后到什么面色无光 原本妻子的薪水啊 从4000多人民币被降到2000多 4000多就已经很低了对吧 2000多人民币多少 1万台币不到 这在台湾你能想像是什么样的薪水待遇吗 不管是4000、2000都是违法的啊 两个人的薪水加一块 大概八九千人民币左右啊 顶多37000、36000台币 两个人啊 房贷就要6000多人民币了 那房贷的利率啊 来到了6.27% 人家美国啊是因为生息啊 通常很多国家房屋利率高的话 他们是生息的原因 一个事情就这样发生在中国 然后你房贷利率又提高 你烂尾流那么多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而且在片中啊他们也说过 有时候连肉都不敢买都不敢吃 吃个豆腐 补充个蛋白质就好 这是他们的意思啊 所以还是那句话 李克强说的没错 中国有6亿人月入只有1000 那二十几平方左右的这个房子啊 将近就700多万台币了 这个价位啊 大概在我们花莲的新城村 可以买到整栋的啊 包含土地 起码两楼三层楼吧 没有个80平方也有50平方吧 不是平方米哦 而这样的薪水啊 对比这样的房价加上物价开销 烂尾楼啊 就击碎他们夫妻的未来一局梦想 没想到买房是个噩梦的开心 而这对夫妻啊 则是庞大烂尾楼业主的经典代表之一 你们去推特上看 每天都有不同城市的小区 业主们在抗议 中国房产龙头也爆雷 或是破产对吧 起码前三都破产或是爆雷了 那号称中国第一高楼深圳的国际中心 即便至今减价了26亿人民币啊 叫价100亿出头啊 还是乏人问津 连天津最高的那一栋 至今也是烂尾 搁在那边 先带大家来点评一下这对夫妻的影片吧 我们两个人的钱又来了 郑州荣床城 笑什么棒 震州荣床城 郑州荣床城打人啊 刚刚给我打的不行了 给我打在坦地上了 立军手机跟那拍视频打我 他们把手机也抢走了 无法无签了 120等会儿也来 我要去医院检查 立军的手机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今天去荣床城售楼部 被他们销售 大概有五六个人吧 围在一起打 立军他为了保护我 也被踹了一脚 就是暗地上用脚踹 立军拿手机拍 然后把立军的手机给抢走了 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立军的手机 报警了 警察也来了 然后监控的话 他们把售罗部的电全部给关了 也没有监控 立军的手机上边拍的 有一段他们打架的视频 现在就两件事 第一个我们在医院坐 龙川那边人不出钱 我们没有医药费 第二个就是 立军的手机也没有找到 现在这两个事没有人来解决 我们就在医院来坐着 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弄 龙川也不给钱 也不来付检查的费用 你看看这 我以为警察会带着我 去龙川的售罗部 调监控 我以为他们会带着我 去找我的TELS 我也以为他们会把 打人的人给抓起来 可能是我想多了 什么都没有 等消息 我就实在想不通了 光签化日之下 手机被抢了 这属于抢劫 你告诉我 让我回去等消息 人被打了 打人的人不关钱 我回去等消息 这是安良买的药 花了快四千块钱 自己承担 龙川一个屁都没有发 他们经历烂尾楼之外 还体验到了中共的招数 对吧 不要把所有问题都怪在资本家 当然了 有些人我知道 你们也知道不能骂中共 所以你们转向把猫头变成资本家 但你们也知道是中共的问题 但有更多一部分的人 他们真的就认为是资本家的问题 所以他们进而去报警 结果呢 自己也被打江山 自己也被这个吃案 但问题又来了 你在中国你不能报警 你还能怎么样 我们两个现在打车 去那个郑州融川城的这个收楼坡 为什么要去 因为我的车在那儿牵着 要是被他们抢跑了 也不放心 反正跟我怎么怎么样了 我也没有证据 现在我要去拍一个视频 证明我这个车是在那边牵着 其实我也不想去 那没有办法 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别人也靠不上 我以为他们会带着我去呢 去调调建口 就指认指认人 看看现场 没想到还得自己打车去 伤情鉴定 证断报告 都出国了 一斤现在 怕说他主缘了 听别人说 他说他想跟我暗户 为什么要主缘 证明自己也被打了 自己也受伤了 要暗户户来处理 不觉得可笑吗 真是不觉得可笑吗 一个大人的你看起来 我动都没有动你 可笑至极 我的车就在这请着 你看你过来没气了吧 来来来请 来看来 大家来看 看得很清楚 轮胎 轮胎被我扎了 我就知道他们没有什么好东西 你看这些个人 你直接干的 干的什么事 我就不相信了 网上这么多人 就任由他们在这欺负人 一个都跑不了 我告诉你们 我来这么趟收楼部 破坏你什么东西了 打人 又是炸车胎 抢手机抢车 干的什么事 真不嫌丢人 讲句实战话 今天如果在民主国家 发生这件事情 OK 我们先假使 这个政府是很烂的政府 他配合这个资本家打压你对吧 但你已经把这件事情都记录 发在网络上了 正常的民众看到了 反对党看到了 会去挺你 会去帮你做这件事情 甚至如果你能引起更大一点的骚动的话 人民会去叫你一起游行来抗议 因为就有过啊 大普强拆案嘛 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 但在中国 谁出来帮他呢 没有人敢出来帮他 即便是爱党爱国的小粉 看到了这种事情 看到你们自己的 所谓中华民族受到这种伤害 你们怎么不出来 怎么不帮他还上 他的这个烂尾楼的贷款 你们不帮他还 就是在给我们境外势力地刀子啊 对吧 虽然啊 对这位夫妻的遭遇令人心酸 但在中国面对这样烂尾楼的家庭啊 不声美举 这些人啊 如我刚刚说的啊 在中共的科技监控之下 始终无法组成全国大联盟的游行抗议 即便是面对自己的生存住所啊 或是银行储户被坑杀被烂尾 一样还是有人继续过他的小日子 继续过他的小确幸 有的人知道 但不敢声援 更多的是加入到中共 变成他的鹰犬 加入到欺压他们的底层的行列 他们想要避免自己被欺压 所以他们加入了中共 迫害这些底层人的这个行列 而并不是说我要去帮这些底层 因为我自己也有可能会是底层 不是他们的逻辑不是这样 那中共最近几个月啊 陆陆续续在各大校园啊 实行所谓的军训对吧 让学生去扮演讨新的农民工 去维权的农民工 去冲撞公安的队伍 模拟这个被镇压的画面 告诉同学不准寻讯之事 我分享过蛮多这种的影片对吧 推特上也很多 这些学生还乐此不疲的 玩得非常开心去扮演 那个讨新的农民工 你知道这是在告诉你什么吗 以后你如果面对被欺欺 被烂尾楼了 你不能上街抗议 你上街抗议 我大学军训的时候 我已经跟你讲 你会有什么下场 那个时候是玩假的 不会真的去给你A死 你毕业之后 遇到这种状况 我真的会把你A死 所以你们现在还乐此不疲 我真的觉得 你在嘲讽未来的你 你知道吗 有可能是未来的你 而这对夫妻 也有可能是你未来的新婚生活 有个粉红曾经在网路上呛 为什么世界人民无法团结 打倒万恶的资本霸权主义 当然他是说什么美帝什么之类的 那有另外一个网友就回呛说 烂尾楼维权的这个业主 这种小区啊 一个小区里面100个烂尾 你连80个人都团结不起来 100个人都团结不起来 你拿什么团结全人的 去推翻你所谓的资本霸权主义 而这个你所谓的资本霸权主义 不就恰恰是共产党 社会主义至上的中国共产党 他在维护的吗 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烂尾楼并不单单只是建商的问题 建商烂尾是一个结果 它的原因是中国经济被玩坏了 断供了 银行跟建商还有政府之间的钱 不见了 周转不过来了 GDP又是烂尾楼跟基础建设冲起来的 那中国共产党 没有理由去帮你跟建商拿这笔钱 因为他也是造成烂尾楼的帮凶 应该说他是最大的元凶啦 那最多就是走个形式 给百姓看看 比如说恒大那个你真的知道恒大那个人啊 私底下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吗 新闻像给你看是这样子 是这么一回事 私底下呢 在里面可能还是吃香喝辣吧 但你们房子或是钱拿不回来 就真的拿不回来 即便他有处理 你的钱还是拿不回来 你还是要还银行烂尾楼的钱 所以真的有钱的 就想办法去投资移民啊 或是存购走线的钱离开吧 起码你在他国重新开始都比在中国烂尾楼强 你钱转不出去你的房子买了烂尾了你还要继续还钱 那你不如重新在国外开始 钱土地还是你的 你晚个五年十五年起步 你还是比在中国强啊 除非你本身是赵家人啊 这个另当别论 而正常国家在取消特色管理之后 迎来的是什么 热消费啊 通膨啊 对吧 不然就是这个 出国旅游人数暴增 台湾也是嘛 所以要升息 反观中国消费热度没有以往高 消费率减少 出游都是穷游 对吧 失业率大增 抢工作抢不完又减薪 又导致人民不敢消费 恶性循环之下 钱又放在银行 利息又给你很低 但是你房贷要还很高 又或者 你要大额领钱的时候 不让你领 或是让你分好几天来领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 外卖小哥的影片 当然啦 你们也可以说他是台湾演员啦 随便你们啦 福州今年绝对是妥妥的消费降级 亏一爆 而见整个森林 通过我今年送外卖过程 我可以看得出来 福州今年的消费真的是降级了 以前大家都点什么呢 点30块一份的牛肉饭 点个普连卤面 还要加两个海利米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点基本上都是点 12块钱 13块钱 14块钱 15块钱 一般都不会超过15块钱的 都是点这种只能满足温饱的 这附近的外卖店存活的最好的 都是那些卖快餐的 卖的价格基本上就卖17块钱的 因为我们骑手 我送外卖就可以看到价格了 我现在一天差不多送五六十单 其中有40单 全部都是这种十几块钱的 我就发现跟去年比 吃着饭这个价格 起码差了十几块 毕竟大家很多都没赚到钱 所以在吃饭上面 能省尽量省了 现在街上送外卖的人也多了 本来去年应该是点外卖的人 今年都出来跑外卖了 我说这些可能有些人就不高兴 说我在唱衰 但是这些真的 是我真真切切实实继继感受到的 我一直在思考 像我这样的普通大众 我该如何破局 少花钱 少花钱就是存钱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台湾目前大部分的氛围 并没有面临到这样的环境 很多的是真的真的 超级多人在出国的 这不是一个经济很差的国家会做的事情 这不是一个国家大部分人民过的 穷困潦倒会去做的选择 大家可以猜猜今年台湾民众 买的最多的商品是什么 是服饰香包其中的行李箱 成了今年台湾消费者的新进的爆款 我们也希望那些买了行李箱的台湾同胞 能够来大陆这里体验线下的购物 连中共都承认 台湾人没有过的 比新闻上说的差 这么多人出国旅游 而台湾现在正面临缺工 走向欧美国家面临一样的问题 这些欧美国家可能五年前 十年前就已经面临到了 我们现在才要准备面临 那现在是连这个台湾的餐饮业 观光业 基础服务业都是面临缺工了 以前是工业面临缺工对吧 那这也代表我们台湾年轻人 从以前不想做农啊 不想做工啊 现在甚至连这个餐饮业 或是基本的服务业都不想做 所以缺工 不管开多少钱都缺工 我必须给超过这个合理范围的 可能已经快到欧美的那种薪水 才会有人愿意去 那这就是缺工啊 所以要引进这个印度啊 或是可能是非洲的劳工之类的来弥补 而连日本都已经做这个很久的政策 我去年到日本两次对吧 关东跟关西 蛮多超商的大业班都是印度人 不然就非洲人担任 更别说欧美国家啦 不是墨西哥裔啊 西班牙裔啊 黑人 多数在做这种基础服务业的 我们这次住了这个饭店 很多很多 而台湾正在走向这个步伐 你是说我们台湾是面临着升级呢 还是降级 你说像中国 这样子吗 而最关键的是 跟之前讨论过了 引进中国劳工 这是完全不同的前提 印度非洲并没有想统一或是统战我们 而我们的政策也不会给他们投资多少钱 可以西家贷券的来 跟欧美日 一样的政策贷券 但是之前提的那个 中国劳工或是这个中国企业来的 哎 这可前提就不一样啦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们不喜欢 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白小小姐姐啦 拜 你这X粉可以有点国际观吗